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 双方方面的话 就是来韩国之后也交过女朋友嘛 但大部分交的都是中国人 中国人 中国人和中国人的 而且那时候还小 都不定性嘛 对对对 然后就没有那么长的接触 而且我到现在其实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交过女朋友 然后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太多想法去恋爱 因为在韩国恋爱成本其实也挺高的 你这说的太实在了 恋爱成本其实挺高的 而且我听就是身边朋友说过一些的 就是其实咱们中国的男孩子 相比韩国男孩子更大度一些 对对对 因为他们跟我说 跟韩国男孩子出去吃饭每次都是需要AA 对对对 然后和韩国男孩子 他们就会有这些一些关键嘛 他们基础就是这样 你像我们大学期间啊 我们每次聚会的每餐基本上都是在AA的 嗯 而且如果说谈恋爱这两个人 如果每餐都出去AA 是不是有点不太正常吧 但是正常的时候像大学期间谈恋爱的时候也没有说太多 韩国就是我们接触到的哈 一般都是男孩子请吃饭 女孩子请看个电影 对对对对对 或者说请喝个咖啡 你拿一半 我拿一半 你那朋友是中国女孩子 啊 中国女孩 找一个韩国男孩子 对 那这个跟我们接触的不太一样哈 可能他接触到的是一些定位之类的吧 然后就像他说咱们中国 中国男孩一般都是这样 可以可以说这顿我接 下一顿你接 就类的嘛 对啊 我现在有我就结了 可能咖啡我也结了 对啊 下一顿我请不了你 这种地方可能是不太一样哈 对对对 可能中国男孩子比较直接一点点 韩国男孩子相对小气一点这样 哎呦 那你 因为 好多 好多我们的嘉宾也好啊 或者说比你年长一点的人 就是 对韩国的印象 还是停留在那个 韩流啊 比如说韩国的有些idol啊 组合啊 都喜欢这种韩国的文化啊 来到韩国 像你的情况比较特殊 那你用到自己也喜欢像韩国的idol啊 或者韩国电视剧啊 平时也会看一些的 但是我看电视剧比较少 我比较喜欢看电影 韩国电影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不错啊 因为韩国电影拍得特别真实的 特别真实 就像什么政治文化或者社会文化都特别写真 对对对对 都能反映得特别真实的 虽然说有些夸张吧 但是你确实也是能从里边看到影子 看到影子啊 对对对对 然后像还有K-pop 这些东西 我平时偶尔就是刷抖音的时候也会看到啊 嗯 像什么Playping 对对对 集爱豆这些都是比较喜欢的啊 那就是追 喜欢但是不追星啊 对 喜欢不追星啊 对 单纯停留在喜欢啊 哈哈哈 哦 那像你身边的也有追星的吗 哦 有 像尤其在大学里嘛 对对对 近距离接触那些爱豆明星的这种情况是很多的 像之前我在汉阳大时候办孝庆 孝庆 然后我们孝庆请来的那个S-PA 还有我们的鸟叔嘛 对对 就整整蹦第一蹦了四天 零距离接触爱豆 零距离接触爱豆 哎呦 那其实提到孝庆啊 包括我们中央大也有孝庆啊 真是就是 国内我倒是没觉得有特别的这种重大的孝庆啊 对 请会请一些这种爱豆明星来参加孝庆啊 我记得在国内可能就是一些学长们 或者说没有像韩国这么新潮啊 韩国的大部分就是当年 谁红 我们学校就要请谁 谁红请谁 对 请来之后来显示我们的学校这个多么有实力啊 对 确实是这样啊 那韩国刚刚你提到了韩国电影啊 因为我本人也学电影的嘛 那像韩国电影的 你比较喜欢的导演或者演员有吗 哦 我记不太注明了 但我能记住作品名啊 作品名啊 我最喜欢的 到现在最喜欢的一个电影叫《寄生虫》 哦 寄生虫 啊 寄生虫 那最近才 前两年刚出的 在嘎那拿讲 又在这个奥斯卡那讲 就是前几年刚出的嘛 然后去年还是前年刚出那个叫《陪杜山》 哦 《陪杜山》 嗯 这次我是比较喜欢的 演员我比较喜欢马东西 马东西 马东西最近太红了呀 主要是 哦 还有一些演员 其实我是比较记不太注明了 但是我确实很喜欢 嗯 嗯 马东西的话 那像《犯罪都市》啊 啊 《陪杜山》那些我都看过 都看了啊 就觉得挺有意思的啊 但是韩国电影当中常常会把这种坏人的角色 会放成中国的这个坏人 中国安一个坏人的角色 那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我觉得 嗯 只是一个作品 艺术就是艺术 嗯 其实和生活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嘛 嗯 所以说我觉得没有什么 没有那么夸张啊 我对这种情况是不排斥的 不排斥的 哈哈哈 其实 包括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新闻啊 就是也是提到了 就是在这个中国城附近就是大妈们在跳广场舞啊 那韩国的这个住民都变非常反对 说中国的这个大妈们跳广场舞都已经跳到手了啦 这种的 有听过这种先生 嗯 好像是看过一条新闻关于之类的 嗯 但其实我觉得 嗯 大妈也是在找自己来韩国的一种生活方式嘛 对对对 只不过就是方式有点不太对 跟这边主流不太对 哈哈哈 就是去改变一下的话 我觉得也应该是可以的 嗯 因为毕竟在韩国好像是没看到过大妈跳广场舞之内的那种东西 确实是没有看到过 嗯 但是确实上新闻了 确实有这么一件事啊 包括 其实 嗯 我觉得这个现象 怎么说呢 就像你多文化家庭嘛 包括他们也有一些国际结婚啊 嗯 也有一些现在移民到这边像我们这样的 在这边创业的人啊 啊 做自己事业的中国人 其实越来越多了 因为中国人也越来越多了 嗯 也有一些现在移民到这边像我们这样的 在这边创业的人啊 啊 做自己事业的中国人 中国跟韩国的距离还是蛮近的嘛 对 嗯 包括之前有禁韩令啊 啊 包括啊 啊 这些新冠 其实两个国家的这个经济 嗯 处于分割状态 但是慢慢慢慢在回问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反倒反思了 就是我们这么近距离的两个邻国之间呢 应该怎么去在未来更好地去交流啊 就像你讲的啊 你可能你是一个年轻人 就非常非常开放的态度 怎么怎么着都可以 我觉得 嗯 嗯 其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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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些细节 包括我是觉得 还是需要时间 包括需要更多的年轻人去做这种工作 嗯 嗯 嗯 其实 嗯 像 就是毕竟两个邻国之间 距离这么近嘛 就互相 文化差异上面还是有的 毕竟像韩国总有一些 就是认为自己的 那些作品之类的 像什么 原来是 中国的节日 拿到韩国来这边 对对啊 其实这种情况 有 我自己也对 就是比较反 就是稍微有一些反感的 嗯 因为毕竟 这个东西是我从小说到达认知嘛 对对对 它是中国本土的一个东西 嗯 到韩国这边来说是他们自己的 嗯 也会有一些不爽 但是 没有办法 这种东西 嗯 这是政府和政府之间的 对对对 事情吧 和我们这些人 其实没有多大关系 嗯 嗯 再就像 我们能做的啊 我们能做的 只有就是和韩国人之间搞好关系 对啊 这样融入韩国的社会文化 把自己中国的文化可以带给他们 对对对对 让他们了解一下 对对对对 能做的 只有这么多其实 嗯 嗯 其实有很多就是 嗯 国内的朋友哈 常常会觉得我们 嗯 中国跟韩国 因为是邻国嘛 文化也很相似 也用汉字嘛 那就会觉得跟我们的文化很近 其实我是在韩国生活了 现在有十多年了嘛 我是深刻提议到 其实我们的文化 嗯 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相近 还是有非常大的文化区别在里面 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是什么 其实文化区别 嗯 怎么说呢 我认为我认为还是 差距还是有 但是也没有那么特别大吧 我认为 嗯 因为我感觉 现在韩国一直在用 就是也用咱们汉字嘛 但是汉字不是 在韩语中不是随处可见的 不像日文那种啊 每句话里头基本上都有一个汉字 对对对 但是他们就是会在身份证上面 对对对 都会写汉字 对对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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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